郭君願邀venue二人 各位委員 有請陳次長還有何署長 有請次長以及組長 委員好 司長好 夫長好 這個請問一下 知不知道郭信淳是 準選手 我們的這個非常優秀的選手 他有什麼樣的 我們四大運、東亞運 他都是金牌 而且他的紀錄啊 這個是在這個奧運 目前是應該是第一把交椅 目前 所以從他的這個 如果以今年來講 這個 今年的話就得到亞錦賽的金牌 還有四大運的金牌 還有市錦賽 還有東亞運金牌 還有世界錦標賽的金牌 是 是幾重對不對 對 既然是幾重 他有這麼的 你剛剛也講說他 也是未來亞運 奧運 奧運的一個 熱門的一個 是 金牌的熱門人權 金牌選手 是 那在你的報告裡面 第十一頁的報告裡面 必辦總類 十四種 那個 這個是 大會規定的嘛 是 那選辦總類 這邊只有提到棒球、射箭 羽毛球 對 這個 後續我們還會有這個 八個項目 會再跟Face2繼續爭取 這個選辦總類是 選辦總類是要透過怎麼樣的程序嗎 選辦總類必須這個 Face2 也就是世界大學運動總會 他們的核准 職委會議的通過 那這三項 這個是已經通過的 這是已經通過 什麼時候通過了 申辦的時候就通過了 蛤? 申辦的時候就已經通過 哪一年申辦 就一百年 一百年的時候 是 也就是2011 是 2011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發現有郭信淳 這個 這麼優秀的選手 還沒 對 但是我們現在要準備再跟 呃 今年的 年底 或明年三月前 我們還會再爭取 選辦項目 至少我們希望還有這個 三到五個 但是其中 舉重是我們列在最優先的項目之一 因為這個 今年的四大運 也有列嘛 是 這個去年的四大運 也有嘛 有 他也得得金牌嘛 是 2012年的四大世界大學 這個 舉重錦標賽 他也是一個金 金牌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務必請這個 呃 教育部還有提議署 我們會積極爭取 還有跟這個 台北市相關的 呃 這個主辦單位啊 啊 能夠積極把它爭取 是 因為 這麼 這麼難得 這麼優秀的啊 是 你知道他是 是不是原住民 他原住民 他是阿美族 是 台東的阿美族 這個 台東花蓮 這很多非常優秀的 優秀的運動選手 對 優秀的運動選手 是 這個棒球啊 棒球是不是也是 是 在目前的這個職棒啊 或是相關的 對 原住民 參加蠻大的比重 這個 重要的比賽的時候 是 是不是都是 與原住民為主 是 對 像楊代剛 他也是體中的 是啊 都是花蓮台東的嘛 是 但是你們對這個 棒球的一些 在從 怎麼樣從 國小 這個階段 就很重要了 有 我們的 新的這個 棒球振興計畫 是在第一階段提出來 那第二階段的 我們特別 會 就 也在提出另外一個 四年計畫 對整個 那是一個整體計畫 是 但是 很多基層的小 小學生 小學生他 就喜歡打棒球 是 這樣的一個 然後 也正式在 這個 本院的教育文化委員會 在今年 十月二號 做了一個 結議 請教育部 主動輔導 花蓮縣 樂和國小 或一里國小 對 那現在我們也發文 請這個 學生棒連 因為那個是由 學生棒連 他們的相關的 章程裡面的規定 所以我們已經 我們請他們 就這個部分 要做個 這個檢討 研議 那是另外一個後續的問題 是 你要先讓他 組得了棒球隊啊 你才有後面的那個 那個什麼時候可以 比賽 那個問題 你 你剛剛談的是 他是不是可以參加比賽 他連現在 棒球隊都組不成啊 對不對 他 他本來在一里國小嘛 是 一個棒球隊 那因為一里國小 校長 還是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當初的消息說解散嘛 消息說解散 所以 他們就不得不 他現在沒有解散 問題是 在小學生的 認知上 包括他的家長的認知上 認為是要解散 所以他們就回到他自己的部落 就是樂和國小嘛 是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協助 因為一里國小本身啊 原住民學生很少啦 是 主要的學生就是在樂和 樂和這個地方嘛 是 樂和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因為被解散了 所以 現在認為被解散 他們認為被解散了 他們才會 所以我們有協助他們溝通 轉協到樂和國小嘛 那他希望在樂和國小 能夠組成棒球隊 你們也不好好協助協調 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啊 昨天還有人在我的臉書留言啊 是 教育部一個多月了也沒有一個動作 也沒有一個處理的結果 這個基本上我想 也是要請地方教育局來共同協助啦 那 我們也已經和教育局 教育處那邊 他不重視啊 有有 我們都已經 昨天也特別的 他這麼多經費 他不重視啊 也特別有發文過去 我們也打電話給那個 教育局 教育處處長啦 他們 基本上 他們就是願意出面來 跟這個 兩邊的校長 來好好的溝通 那原則上 教育部是樂觀其成 基本我們也希望說 球隊越多越好啦 那當然 這個 不是越多越好 其實玉里國小 整個玉里地區 甚至整個花蓮的南區 也沒有說 越多越好啊 也沒有很多啦 怎麼樣能夠協調成為一個 好的一個棒球隊 是 我們現在 那麼宏大的計畫 這麼好的計畫 基層都沒有好好的去 去執行的話 對不對 連這個 那麼久了 都那麼不好 對不對 我們會協助啦 對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協助 嗯 應該很快吧 我們最近都在密集的 跟他們溝通 喔 交易處 不是很重視 你們還是要去 積極的去協調 是 我們會去跟交易處那邊 特別的 那至於那個 國小棒球 運動 聯賽 競賽規程 是 那個是後續 當然要去解決的啦 但是最起碼 他必須要有一個 他 他們多希望能夠打球 是 啊結果 他現在打球的一個 他們很團結 有一次我 我去那邊參加一個 一個出病的 是他的祖父 有一個球員的 祖父過世 結果 因為他是放假嘛 放假期間 其他的球員也都去 去參加公祭 是 你看看 他才穿著這個 這個 棒球的服裝 實際上他們已經被解散了 已經沒有 已經沒有所謂的棒球隊 他們還是很認真自己練習 有這樣的一個 確定是玉璃他 沒有解散 而且有教練了 已經確定了 所以這個部分 那你們的做法是怎樣 是要讓他回到玉璃國小 我們和 我們會這個 原則上還是看我們學生 他的意願和家長的意願 那當然 我們 如果說 在相關的規定 裏頭 目前 至少到目前為止 他是有所限制的 他如果回去的話 就 這個 不會違反相關規定 就OK的 就盡快讓他們能夠 對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積極在處理了 另外請教這個署長 是 請次長回座 署長 這個 上禮拜 是 是 全國長群 田徑賽 在這個彰化 舉行 是 去年是在台北 去年台北 我又去參加 今年彰化 因為行程滿就沒有去 這個我們花蓮 是 這個 成績非常好 啊 35軍 33銀 7個銅牌 是 花蓮 但是他們這些老人家都年紀很大 是 過去在年輕的時候 也都非常有好的家計 啊 也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提見將 是 但是他們這些老人家 要去報名啊 然後從老遠 從花蓮到 到 彰化 吃啊 住啊 交通啊 都要自己想辦法 連報名費的也都要 都要自己繳 我就不曉得 體育署在 給這個 主辦大會 難道你們都沒有協助嗎 怎麼還要報名費啊 怎麼還要那些 都沒有嗎 原則上 基本上是 縣市政府 通常也會做 協助啦 這個是全民運動的一部分 縣政府就拿去辦壘球啦 那個 縣政府跟縣體育會都只重視那個壘球 因為那個議員是壘球 議員都是當壘球的那個 都在辦壘球啊 壘球不是不行啦 但是你要平衡啊 這個部分我們就是說 在打造運動島裡面 有分配給各縣市 或各縣市體育會 這個相關的經費 縣市政府可以就 這個 他們的優先順序排列啦 那當然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請這個 花蓮縣政府去特別關照到這個部分 我們做民意代表就很辛苦 是 你們又不好好協助 這個像最近 應該是下個月吧 下個月還是12月 在桃園要舉辦 這個 垂球比賽 老人的 老年人的垂球比賽 也是一樣啊 你們說也不能協助 你們到底有沒有給這個主辦單位補助 他們一定有跟你們申請嘛 我們比較會針對縣市政府 因為體育署的預算還是有限啦 所以我們會 但是你不能放任給縣市政府 他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啊 對不對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就評估他們的績效 那執行 依照執行績效也會 我從去年就開始談啦 評估到哪裡去了 這個是不是請那個 體育署再檢討啊 從體委會到現在都沒有 könnt